Hello 大家好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比较有意思 因为它是从我们七到九集词汇里面其中一个词汇 穿小鞋引申来的关于一些汉语里面惯用语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穿小鞋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的穿了一双跟我们的脚大小不符的鞋 很小的鞋我们的脚肯定会感觉到很疼 所以呢穿小鞋它其实意思是比喻呢 暗中的打击或者是刁难别人 比如我在工作当中做得很好 但是我的boss我的上级不喜欢我 他总是说你这样做的不对 你看大家都做得很好 我这个这个月又要扣你的工资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说 我的上司总是给我穿小鞋刁难我 好那么这个就是惯用语 惯用语就是我们汉语口语当中的意义和它的字面意思不一样 有所隐身的通常是三个字 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其他几个 第一个是碰钉字 碰钉字是指遭到了拒绝或者受到了斥责 那它的这个来历呢也非常有意思 那如果你去过故宫或者中国古代的一些建筑 你会看到在这个官府或者是有钱有势的人家 大门门口上面会有那个铜钉 那个叫门钉 如果普通的老百姓呢 想去求他们办事什么的 那往往呢会被拒绝 或者是被会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去斥责 所以呢我们就会说碰钉字 这是它的来历之一 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很想求我的一个不太熟悉的朋友帮忙 我给他讲了我的困难 但是呢他最后拒绝了我 我就可以说啊 我在这位朋友这里碰了钉子 就是受到了拒绝 还有后面的三个我们可以下一节 我们再来分享这些有趣的观用语